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小璐 杨幂 董洁 薛之谦 周立波及陈思成都有上榜 李小璐因与PGONE的夜速风波引发舆论热议 而杨幂早前公布了与刘凯威的离婚消息 结束为其次年的婚姻生活 董洁此前与前夫汉月明之间闹得不可开交 后院与王八世传出绯闻 而在最讨厌的DOTOP20女明星榜单中 李小璐赫然排在了第一位 虽然有点出乎意料 但也在意料之中吧 不过白百合的名字并没有在其中 这点倒是让人很是诧异 可以说在这最讨厌的女明星排行榜中 大多数都是一些流量女明星 像Angela Baby 杨幂 沈月 迪丽热巴等等 Angela Baby 无一技之长 全靠真人秀 让人反感到也说得过去 而杨幂自代表黑天赋 黑粉差不多跟真爱粉一样多 倒也意料之中 至于沈月则是一直被网友们认为是走后门的 而且连着的演技也不咋的 这才网上有名吧 不过 迪丽热巴在这最讨厌的网单上 倒是有些出人意料 倒还真说不出迪丽热巴哪里不好咧 当然了 对于这个网单有的网友表示 这应该全身有人头的 因为在最亲爱网单中 几乎都是具有实力的资深女明星 而最讨厌网单中 差不多都是流量小花 还是经常炒作的那种 而且还有网友总结了两个网单的区别 称受欢迎的都是不可男人魂放炒作的 不受欢迎的看着她的名字 后面就浮起两三个男人的名字来 看来果然还真是 对此 你怎么看呢 对此 对此